猫捡回来两月了 我连她的性别都没搞清楚 说出来都没人信 饭桶刚到家的时候 我还十分自信 有人问我 我都是这么回的 很快我就撞破了 饭桶试图携带涂涂的背上 咬涂涂后脖子的场面 我的下巴啪的掉在了地上 碎了一地 自信也变成了心虚 因为几乎看不到蛋蛋 我还怀疑过她是小母猫 反复研究了好几次 还是没有搞清楚 她到底绝育了没有 于是趁着涂涂针 我把饭桶也带去了医院 一旁的土土十分淡定 稳如老狗 最后经过四名医生轮番上阵 把饭桶摸了个遍 终于确定饭桶是已经绝育的公猫 之前骑着涂涂背上 估计是在整地盘 比较损的是 之前我以为饭桶是母猫 还有点担心 医生说你担心啥 他俩又不可能生出小猫来 蛤? 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